嘿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小猴今天咱们来继续汤毛黄金跑酷这个久违的多人竞赛对决 那么对于这一关来说咱们这个游戏是影子大对决呀 什么是影子大对决呢 那么就是他这个游戏的多人模式啊跟正常的游戏的多人模式是不相同的 那么他采用的是玩家与玩家的这个影子对决 就是说他会记录玩家的跑酷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记录的这个东西 然后以这个记录与记录进行对战呢 所以这个游戏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在这个多人的影子大对决中咱们要做的是获得第一名 获得第一名以后可以给一个这个大宝箱 那么大宝箱开启东西也是这个游戏的必备的一个东西啊 必备道具了 那如果没有这个大宝箱的加持 咱们很可能是没有这个经济来源的 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参加的 咱们光靠在游戏内部的这个故事模式 哎那不是太容易获得这个宝箱 因为它是有概率的 就是故事模式里边 当我们打完一个状态的话 它会进入到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这个浣熊是给咱们一个宝箱 或者是给一个其他道具 这个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咱们对于这个游戏 宝箱的主要来源还是在这个多人对决 其实很简单 这个多人模式呢 目前是有广告的 但是我发现一个方法 就是说咱们先顿网游玩 然后进入区中咱们选择多人模式 然后来选择开始 但是它会提示你没有联网 这个时候你退回来 然后选择去联网 然后再进入疯狂点击 它就会刷新 然后就会匹配这个对手来进行一个影子对决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是没有广告的 同时不显示咱们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人呢 正常的话 它会根据你的IP来选择你的这个国籍 好的再次开一局 因为咱们现在显示 你看这边是这个国家 咱们是什么国家 地球 那都知道咱们是地球人呢 究竟是哪个国家的 它不显示 因为可能是程序的这个定位的问题 出现了一些问题 好 咱们再次进行对决一把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固文 那么这个游戏其实咱们必须上来是尽快攒一个冲刺啊 第一个冲刺用完以后就不要再去刻意吃这个蓝色加速了 尽量的去踩这个绿色加速垫 因为你没有机会再获得第二个加速了 所以说获得加速垫才是真理 所以说咱们尽量的去获得加速垫 哎呀这样的话能跑出一个更好的高分啊 好那本期游戏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固文 我们下期再见